明星骯髓之後 明星骯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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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項目 由香港創樂團的一個邀請開始 他們有一個構思 想做一些新音樂 是跟故事結合的 所謂故事是怎樣的一回事 又或者怎樣放在一起 其實香港蔡學團 開始給了很大的自由到我 其實我們這個故事可以說 我們就是叔叔 幼兒園裏面的小朋友 一起brainstorm 出來的故事編段 而我這次也嘗試去玩一些 就是把一些樂手和音樂 帶入到幼兒園的工作方面 讓他們聽一些不同的 現代音樂作品的聲音 在他們當中再創作他們的故事出來 但是這些小朋友對音樂 可能我們大人的想法就是 他們怎樣inspire他們的創作 但是另一方面 也看到他們會很記得 某一些音樂的片段 例如Selena的小提琴 之後我再回到小提琴姐姐 其實他們也有些記憶 Percussion 是特別的 因為Percussion 就是很多古靈精華的聲音 或者是那種 或者是那種 Spring drum 或者是Spring drum 變成小朋友 不是從我們那個 所謂的 不是classical 或者是音樂 那樣的出發 而是聲音 跟我們 跟著去創作 有些什麼元素 走在一起 其實跟Selena的說故事 所以當我跟趙叔叔 一直合作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次寫這首作品 就不能像過往那樣 就是把東西寫到實在 就是那個段落 一分鐘就一分鐘 下一個兩分鐘就兩分鐘 這樣的話 就是熊叔叔叔 是沒有辦法 製作他的說故事的方式 所以 在這首作品 我就用另一種方式去寫它 那 我是幻想著 自己是寫著一個 叫做 Soundtrack 在裡面 熊叔叔叔 就像這首歌曲裡面的 一個讀咒者 他在我這些Soundtrack 做他的improvisation 當然 熊叔叔 他不是玩樂器 而是一個講故事 他的improvisation 就是 那些故事的 講出來的句子 那個氣氛 又或者是 整個故事裡面的一些 魔力 我其實是很少聽到這首歌曲 所以其實我不是很捕捉到那些 就是 音樂 和我的故事 那個 溝通 或者是 interaction 但是呢 如果我不去學習 那個聆聽 呢 其實呢 就沒有得 發揮 沒有得發揮的意思就是說 我裡面的故事的感情 有好的place 有一個rhythm 就是 我是project了他的故事 所以呢 我就很專心去聽 然後發現呢 那個音樂 其實是 是Charles 會捕捉到那個故事 裡面一些 比較深層的感覺 雖然是一個 異童故事 但是其實呢 裡面是有一些東西 是 是 是 入心入肺的 所以 所以呢 尤其是 當是有一些 場面呢 就是 我沒有講的時候 我純粹聽一個音樂 我是 仍然 是 所以 這個是 這次 一個 很特別的 就是 嘗試 這個project 其實最初 就是 看看張偉 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 量度一下 就變成 一個 就是 一個 一個未發生的將來 但是我們現在 可以看到的東西 所以 我們 一會兒 前面各位 一會兒 那就是 講 張偉 那 這個故事 說什麼呢 我始終都覺得 好的故事 或者好的音樂 都是一樣的 就是 大人和小孩 都喜歡 大家都在裡面 看到不同的東西 那就最好了 我們 這次的 項目 有一個 那 我覺得 那 不可 對 做 你 做 說 很 對 好 好 你 好 你 感谢观看